好兄弟是個秀在這個時候 賓氏六四季精靈做中學習的總計 辦理為期兩禮拜 攏中十天的夏日樂學科學學 來推動科學教育 確定的內容包括了物理、化學 在部東部長的檔案 在他提升學生做試驗的能力 希望在這一連串的網絡當中 去看孩子對科學的興趣 賓氏六四季精靈做中學習的總計 好兄弟是個秀辦理為期兩禮拜 攏中十天的夏日樂學科學贏 就出推動科學教育 西四國小秉持著教育部 屬其真能做中學習的總指 辦理夏日樂學科學營 希望學生從操作室、實驗室 跟動手的方式 體驗科學的樂趣 增加學習趣味 今天的課程是動物大觀園 老師除了帶蛇、刺蟻、烏龜之類的小動物 來讓徒學認識 你這樣子放在脖子的時候 然後剛好他的皮膚會感應 我講過震動嘛對不對 我們脖子這邊的頸動脈 通常我們心臟在跳的時候 他都會蹦蹦蹦蹦蹦蹦 你放在脖子上你會不會很興奮 你會很害怕 你就越害怕心跳越快 剛剛分病 你驚跳越快 蛇越興奮 要就哇 有東西可以吃了 哇哇然後就 把你累下去了 這個時候你再也不是笑臉 你就瘋不完美國 所以通常我們在國外 如果我們要拍攝這種照片的話 旁邊通常有一個輔助的人 第一個保證是你的安全 他不會隨隨便便 Words 放著 讓你這樣自己弄 基本上會有點危險 OK 好你在摸的時候 你就可以感受他的肌肉 他的lo 今天进行的主题是动物大官员 配合好好中哥 你去自然科食材动物的课典 黄家英老师带来自己所吃的通物 让花生吃蜡猪看到这些动物 在这间旅花生健康的吃通物关联 并且对中核实到生物地鞋 跟照顾鸡咖 丰富鸡的生活 我们主要是做对蛇类的认识 跟一些毒蛇的辨识 为了促进他们对蛇类这个议题 比较有正确的观念 然后今天带了这堂课来学校交给小朋友 先从一般生活化 你可能在哪边会遇到这些动物 譬如说蛇 遇到蛇 这些蛇你遇到的时候要怎么样去面对 然后另外就是目前 蛮多人在养宠物蛇这种东西 宠物蛇跟一般外面的蛇有什么差别 用这几个部分去跟他们做分析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原来蛇 可以当宠物在外面遇到蛇的时候 要怎么去面对这样子 用正确的方法去面对它 第一次摸到蛇 好像是感觉很猪鼻又还有一个东西 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体验 很好玩 我昨天才去动物园看蛇 然后今天还能再看到蛇 真的是很恐怖 都可以摸到蛇和亲自体验 也可以见到蛇的一些生活习惯 和躲藏的地方可以更加的防卫 很好玩 很好玩 然后可以看到真正的蛇 觉得然后还可以摸 觉得很有趣 危机十天的客户赢了 好好希望这次提升核心 事件操作联络 并且在外团和事件 重新课程当中 增加核心兴趣